檢視影像是我們在做任何合成過程之中 必定會使用的一個方法 那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 如果說一般來說 像在我們一般選取工具的時候 同學都可以在視窗下面 找到我們的一個導覽列 導覽器 點選導覽器之後 這邊就會出現一個導覽器面板 同學可以往右邊放大 你看這個紅色區域 就是我們目前全部可以看得到的一個區域 就是對於這個紅色邊框內部的一個範圍 那我們再繼續放大一點 那你就可以看到這麼大一個 那同學也可以在點選手型工具去做翻譯 可以去看到局部 去縮放它一個內容 比方說看到這個大象的眼睛啊等等的 你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局部再去做檢視 內部的一個檢視 那往左邊的話呢 就可以縮小 看你要縮多小都可以 另外這邊呢還可以直接mark起來 去設定你要的一個百分比 比方說我們打75% 它就會忠誠的還原出 對應出你一個75%的一個大小 那這邊還有所謂的一個 快捷鍵 同學在移動工具的時候呢 按下空白鍵呢 就可以叫出掌心工具 其實你就可以做出剛剛所做的一個 搬移工具的一個效果 那另外呢同學也可以呢 先按空白鍵是搬移工具 再加上control 也就是先按空白再加control 就可以交出放大鏡 你就可以去選擇局部 像這樣局部連續的一個放大 那往右邊是放大 往左邊是縮小 像這樣 比方說針對這個手部 那我們就可以針對它來局部 針對手部放大 縮小 像這邊有眼睛 針對眼睛放大 縮小 可以很自在的去做一個拖移的動作 那我們也可以去選擇呢 用快捷鍵一次放大一個倍率 同學呢可以control跟加一起按 每按一次呢 他就連續放大 那control跟減一起按的話呢 就可以每按一次 他就一直不斷的縮小 那當你已經說到一個 不知道 這個是已經很小了 都看不清楚了 我是不是可以還原到 全文件的一個瀏覽情況 這個時候只要control加0 一起按 就可以叫出全文件瀏覽的一個情況 除此之外呢 我們在放大鏡這邊呢 也可以選擇我們要顯示全頁 還是要選擇我們全螢幕 或是依照實際像素 或是依照列印尺寸的一個大小 那列印尺寸就是依照你印出來的一個 實際的一個尺寸來去做對應 那實際像素的話就是你放在網頁 所以點選實際像素的話呢 就是依照網頁的一個實際的一個大小比例 來去做預覽 那顯示全頁的話就是所有的一個頁面都看得到 全螢幕的話就是盡量佔滿整個畫面 那列印尺寸的話是依照你印刷 或是Printer列印的時候呢 它所實際呈現上的一個對應大小 那所以說這些同學都可以加以去點選跟使用 除此之外呢 同學呢也可以直接點選那個工具箱上面 這邊有一個掌型工具 掌型工具拉出來之後呢 下面這邊有一個旋轉檢視工具 當你畫面呢如果需要做一個旋轉的一個動作的話呢 你就可以點選它 先用左鍵呢按在隨意 在畫面上呢點下左鍵不要放 中間就會出現一個指針 那我們就可以依照這個方向呢 指針紅色的部分就是真正原始的頭 上方的位置 現在已經偏移到了右方去了對不對 那這樣就偏移到左方去了 你可以依照這個方式呢 隨意的去做一個旋轉的一個動作 那旋轉完了之後呢 你覺得想要再重新的再去回正 那同學這邊就可以點選重色檢視 它就可以回正 所以你可以依照你的需要去做你要旋轉的一個角度 甚至這邊也可以設定 因為你這樣用手轉的話 通常都會有一些小數點啦 或是不規則的一個角度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呢 直接點選我要90度檢視對不對 或是說我要85度的檢視 它這邊都可以依照你的需要去做一個旋轉 那只要還原的話呢 點選重色檢視就可以了 在那裡